我是素年锦时,今天你过得好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员朱亚文。 听完之后,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他用自己炙热的灵魂和冷峻的形式方式,去面对职场里所有的人情关系和事业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外刚内柔的人。 这是演员朱亚文对《简言的夏冬》中他饰演的夏冬的评价。 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生活中的朱亚文其实也如剧中一样,内外反差很大,野性不羁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温柔细腻的心。 近些年来,只要一提到性感、荷尔蒙、硬汉等标签,大众都会第一时间想起朱亚文。 但,这既是夸赞,也是刻板印象。 戏数朱亚文带给我们的一幕形象,你会发现它是那样的丰富多元。 走戏口中,倔强认死里儿的朱传武是他。 红高亮中,匪气十足的痞子余战敖是他。 《长津湖》中,刚柔并济的指导员梅生也是他。 除了亮眼的演艺成就,朱亚文在综艺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奔跑吧》中,他是力量与智慧的担当。 生临奇境中,他凭实力加冕冠军。 出道二十年,不管是贯穿全剧的男主角,还是只有一帧镜头的小配角, 朱亚文都会全力以赴,力求完美。 走过无数黑夜,洒下无数血泪,朱亚文终于从岌岌无名的小演员, 越身为备受喜爱的实力男演员。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相信所有光阴岁月的味道, 它使我变得越来越醇厚。 纷繁复杂的娱乐圈,有人历经巅峰而后落寞退场, 有人一直不温不火,而朱亚文却久经时间的魔力依然闪耀。 走进他的人生,我们会发现,所有光环背后都不是天赋和运气, 而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与靠谱。 朱亚文出生于一个高知家庭,父亲是检察官,母亲是教师。 这样根正苗红的家庭,对小孩的培养尤为重视。 可偏偏,幼时的朱亚文动如脱兔,很少能静下来学习。 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是朱亚文的最爱。 上小学后,课余时间减少了,朱亚文又迷上了看电视。 他最痴迷的是文艺类节目,为了极大的满足自己这个爱好, 他经常和母亲斗智斗勇。 边看电视,边拿风扇给电视机降温, 看完后还会卖乖地模仿剧中人物说话。 语气和神情都拿捏得非常到位, 大人们经常被逗得捧腹大笑。 家人也因此察觉到朱亚文在语言方面的天赋, 便给他找了位声乐老师。 在老师的培养下,朱亚文的文艺才华开始显露。 他曾为父亲写下一首诗。 儿时,焦纵在父亲的双肩,一派驰骋。 殊不知那是巍峨的承载。 如今展翅,父爱如山,最终归林七夕。 虽只有短短几句,但也足以窥见朱亚文的文化底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往文艺方面发展时, 他却转头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尽管对声乐已经驾轻就熟, 但那始终不是朱亚文心中所想。 所以,他放弃了,他也丝毫不觉可惜。 在他的人生信条中,只有敢于尝试, 才能挖掘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这对于我们,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启示呢? 人生有许多岔路口, 有的不满荆棘,却通往灯火通明, 有的沿途便是风光淤泥。 无论怎么选,只要心中所爱,那便无憾。 只要全力以赴,都会是最好的结果。 从北电毕业后,朱亚文便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虽然没名气,没背景, 但朱亚文却从不妄自飞薄。 为了给自己寻找机会, 他每天都穿梭于进门饭店、 北营厂等地, 不断地袍族试戏, 然后回家苦等通知。 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逐梦者。 在朱亚文的自我推销下, 他先后受邀出演了《乡里乡亲》、 《高地》等影视剧。 这些剧虽没能让他大红大紫, 但却为他积累了不少经验和人脉。 2008年, 朱亚文终于等来了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闯关东中的朱传武。 也正是在这部剧中, 朱亚文将身上爱叫汁儿的特质展现到了极致。 有一幕戏是, 零下39度的天气, 朱亚文光膀子躺在冷炕上, 其余人在他身上搓血, 拍了好几条, 导演都不满意。 朱亚文自己也觉得缺乏真实感, 便提议去室外装几框血, 直接往他身上倒。 那场戏下来后, 朱亚文直接被冻僵了, 缓了好几天才恢复正常。 本以为有了这次教训, 朱亚文会悠着些。 没想到, 在拍马戏时, 朱亚文又轴了起来。 为了体现人物的放荡不羁, 他连马鞍都不带。 导演在监视器前直冒冷汗, 亚文真是个好演员, 据我所知, 只有常年骑马的人才敢不带马鞍呢。 对每个角色做到极致的投入, 是朱亚文一直以来的追求。 在拍摄《红高粱》时, 有一个场景是, 于战敖将九儿扛到高粱地里。 剧本上并没有指定扛的方式, 但朱亚文为了体现于战敖的血性, 却选择单手将九儿抱起来。 这场戏拍完后, 朱亚文才意识到他的胳膊扭伤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对于每个角色, 朱亚文都用极致的敬业, 将其塑造成了经典。 若杭近二十年, 还能始终保持这份赤诚, 和朱亚文对演员身份的敬畏心,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这份敬畏, 他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 从不为逢迎市场而糊弄观众。 在《我和我的经纪人》中, 老板杨天真对他的职业规划提出质疑, 并希望他能够融入大流, 给自己树立一些鲜明的人设。 朱亚文立即反问, 难道说演员就是为了圈粉吗? 入圈多年, 行业风向一直在变, 观众喜好也一直在变。 但朱亚文却始终初心不改, 坚持着自己的标准, 从不向世俗低头。 他主演的《大明风华》播出后, 许多网友恶意嘲讽他, 这也太油腻了吧, 好好一个皇子, 却被演得常里常气。 换作旁人, 早就开始找公关团队控屏了。 朱亚文却说, 今天人家说我油腻, 明天可能有人说我寡淡, 就看你愿意信哪一种了, 这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 言语间, 尽显一个演员的职业修养, 只管做好份内饰, 两耳不听戏外言。 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 不仅让他更能专注角色, 也让他的表演 多了几分动人的纯粹感。 漫画大师蔡志忠曾说, 选择自己喜欢的事, 把它做到极致, 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诚然,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样的。 选择了一份职业, 便应该专心其中, 做到极致, 如此便能无据世俗标准地, 在混沌中闯出一片自己的天, 摘取属于自己的星辰。 谁能想到, 荧幕上铁写刚毅的朱亚文, 在生活中却是柔情无限。 他与妻子沈嘉妮虽结婚十年, 但却没有成为怨偶, 也不曾因岁月流逝而变得平味寡淡, 反而一直如神仙眷侣般情浓。 两人相识是因为拍戏, 相知相爱是源于偶然, 朱亚文的靠谱专一, 则让这段爱情走向了相守的必然。 两人相识于爱在苍茫大地剧组, 除了工作关系, 两人并无过多交流。 朱亚文生性外向, 一空下来便和同族演员聊天, 沈嘉妮比较喜静, 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读剧本。 谁也没想到, 两个反差这么大的人, 最后居然走到了一起。 一次拍摄期间, 剧组遇上了大降温, 朱亚文不幸感冒了, 去医院后开回来好几种药, 每次都要吃上十几粒。 拿药时, 朱亚文不小心把药撒了一地。 一旁的沈嘉妮看了, 便帮着一块儿剪。 随后, 沈嘉妮把随身携带的小药盒给了朱亚文, 便给药盒一一贴上了标签。 使这一个微小的动作, 便让硬汉朱亚文从此打开了心扉。 三年后, 两人如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上朱亚文说,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是认识了沈嘉妮, 最正确的事, 就是娶了沈嘉妮。 都说, 婚姻是消耗品, 但朱亚文却是个例外。 她用始终如一的爱, 将婚姻铸造成了温暖的巢穴。 一次, 正在拍戏的朱亚文接到妻子的电话, 我怀孕了, 要还是不要呢? 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 肯定要, 我一定会是个好爸爸。 有了女儿后, 朱亚文推掉了许多的工作, 为了让妻子多休息, 更是主动揽下了喂奶、 哄睡、 换尿布等活剂。 后来, 为了在工作时能够雇上家庭, 朱亚文便购置了一辆房车, 一收工便跑回车内 与妻女泡在一起。 换作常人, 有了女儿后, 便会将更多的爱 倾注在孩子身上, 忽略妻子。 但朱亚文却并未厚此薄彼, 在做好爸爸的同时, 更是令人称现的好丈夫。 在《奔跑吧》节目中, 朱亚文当着众人的面, 表白妻子说, 人生再来一次选择机会的话, 我还是愿意和沈佳妮 走余生一程。 在《心动的信号》中, 朱亚文更是甜腻地说道, 我喜欢我太太素颜, 这样我就能用力地亲她。 虽然明晃晃地宠妻, 但却从不立人设炒作, 她的所有举动皆是出自真心, 因此并不让人觉得油腻虚假。 对内, 她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情, 对外,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深情。 在采访中, 被问及是否觉得结婚太早, 她立刻回对, 我还后悔跟我老婆结婚晚了, 我应该早两年娶她的。 一句话既表达了立场, 也彰显了两人的情笔金尖。 杨岚说, 好的婚姻不只有爱, 更有不离不弃的默契, 肝胆相照的义气 和刻骨铭心的恩情。 朱亚文对沈嘉妮爱护有加, 沈嘉妮也甘愿为朱亚文付出一切。 她也曾是风光无限的明星, 但是为了朱亚文的事业, 却甘愿退居家庭, 做她的后盾, 为她托举。 她曾对朱亚文说, 你尽管狂奔, 我就在一旁静静地 看你跑步的姿势。 我此刻为你注目, 但我不会去影响你奔跑的方向。 有一天, 你真的累的时候, 你就停下来。 多少人在烟火人间的日常里, 渐渐失去了对彼此的耐心, 消解了对彼此的爱意。 都说, 最难得的不是心意相通的爱情, 而是耐得住平凡与琐碎, 经得住风雨和考验的相守。 真正的爱, 是绝不借婚姻之名, 躲避生活的刁难, 而是我甘愿用一双羽翼, 护你一世周全, 你凭一腔真心, 换我永生相随。 喜欢这样一句话, 不管你是财高八斗, 还是厌贯群芳, 令你走得长远且稳固的, 永远是你靠谱的人品, 敬业的精神。 因为, 才华也好, 颜值也罢, 都不足以让人对你尊重, 但靠谱敬业却可以。 尽管朱亚文不负往日盛名, 不似从前光鲜, 但我们却有理由相信, 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的人, 虽不能四季芬芳, 但却能如松柏般长青。 若把人生比作一本书, 如何书写每一个篇章, 才能无悔一生。 我想就是像朱亚文一样, 对待工作绝不敷衍, 一丝一狗做到极致, 对待生活绝对真诚, 一心一意爱一人。 余生,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 愿你我都能够以成代人, 用心生活。 好了,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 听完之后, 请别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是宿年锦时,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我做个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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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失败, 有惊许哦。 感谢观看